直到看见那英开演唱会遭抵制 刀狼抖音粉丝怒涨1400万 才发现乐坛真的变天了 刀狼和田镇当年受的委屈 终于被网友狠狠出了口恶气 当年刀狼因为2002年的第一场雪爆红的时候 有望入选十大年度歌手 那英作为十大年度歌手的评委之一 在歌坛的历史上留下了知名的一句话 刀狼的歌曲不具备审美观点 就是这样一句话 让那英挨骂到现在 前段时间刀狼的新歌《罗刹海》是上线 也被网友们认为是嘲讽那英的存在 那英的短视频账号第一条视频 评论区高达1000多万的评论 都是对那英当年那句话的恶评 导致那英要出来道歉 才能平息一众网友的愤怒 这看上去也是那英为数不多 为自己无脑言论所付出的代价 当然那英在乐坛踢到的不止刀狼这一块铁板 还有田镇 在那英走红之前 田镇已经是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大姐大 而且气势比那英强了不止一点 当年田镇摔话筒表示 再也不领奖的时候 最大的炮灰不是该颁奖典礼而是那英 当时田镇接到颁奖典礼的通知 最佳女歌手的奖项是要颁给田镇的 可是田镇当时有事无法出席 主办方就临时将最佳女歌手的获奖者变成了那英 田镇排除万难到了颁奖典礼的现场 却获知最佳女歌手的奖项一主了 当场脸色就不好了 直接怒摔话筒离开现场 面对田镇的愤怒 那英竟然没有任何的嘴硬 而是用眼泪默默承认了一切 田镇后来在采访中公开炮轰黑幕 句句言辞犀利 那英作为替补的获奖者 肯定也是知道颁奖黑幕的 田镇的爆料 让此前站在台上发布获奖感言的那英成了笑话 那英闯荡歌坛 向来以实力著称 对自己歌喉是非常有信心的 一直以来都是用所谓的专业来评判别的歌手 没想到此次被田镇狠狠打脸 谁知道那英那些年获得的奖项 是不是有一定的水分 而颁奖典礼的黑幕被踢爆以后 那英在华语乐坛的口碑也下沉了许多 那英在纵横华语歌坛几十年 产出了不少代表作 嗓子是公认的好嗓子 可是说话太不过脑子 有时候做事情也过于利己 导致那英在华语歌坛的几十年中 获得的评价褒贬不一 正如那英的恩师所说 那英是长了个好嗓子 配了个狗脑子 希望那英以后说话做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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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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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纳英脸宋祖英这样的国家级歌唱家也敢挑衅 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某次纳英和宋祖英同时出现在某场活动中 主持人介绍宋祖英的时候用了老师二字 并没有在介绍纳英的时候沿用老师二字 引来了纳英的不满 在主持人稍作解释以后 稍微有点情商的人都懂得顺着台阶下 没想到纳英还一扬宋祖英是唱民族乐的 自己是唱流行乐的 所以不配被称为老师 唱流行歌的一般都比不上你们 你们叫艺术家 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变得十分尴尬 这句话甚至可以被视为挑衅宋祖英了 最后还是情商极高的宋祖英 用自己年龄比纳英大来替主持人解了为 纳英所谓的心之口快 经常给别人造成尴尬的场面 而他自己是不自知的 只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 就让所有人陷入尴尬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 就很容易被讨厌 当然纳英自认为有一副好嗓子 所以从不在乎自己说出来的话 是不是会让人尴尬 反正也不会影响到他在乐坛的发展 有什么好怕的 不知道如今看到自己演唱会遭抵制 几天都卖不完票 纳英会不会后悔